新闻一开始看到为了改善老旧校舍 以及公共托育需求越来越大的问题 新北市政府特别筹措了4.4亿元的经费 将板桥国中老旧校舍拆除 新建了一栋地上五层的校舍之外 还在一旁新建了全国最大的 旗舰型非盈利幼儿园 预计在114年5月完工 前程恭请天地众神保佑功臣顺利圆满 新北市长侯又宇与局处首长一同助导 预祝板桥国中校舍改建 以及增设非盈利旗舰型幼儿园的工程 能顺利进行 新北市板桥国中民国54年创校 部分建物已经达使用年限 考量学生安全 新北市政府筹措4.4亿元经费 除了拆除老旧校舍之外 并在一旁新建地上三层 可以收拖400名幼儿生 全国最大的旗舰型非盈利幼儿园 今天是全国第一栋旗舰型的 公共有盈 要开工动土 我们总共要盖18班 这个量蛮大的 在国中校舍部分将拆除学校的四维楼 原基地上新建一栋高五层楼的校舍 施工过程如何不影响学生上课 也呈关心焦点 因为四维楼大概是我们目前所有 在学校建筑里面比较老旧的 它已经将近60年 然后另外因为它这部分放置的学生数 比较班级数比较少 大部分是专科教室 所以在做拆除跟安置的时候 它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这项工程预计114年5月完工 届时将提供学生更优质的求学环境 托儿所部分也可以减轻家长负担 达成幼儿就学在地化以及普及化的目的